嘉義区鑑理所配合交通部推動公車進行方向各位 目前有多條路山公車 六色開進 中政大學 南華大學 和五峰科大 12號五峰科大蘇生 許營嘉義客運 為了強化學生投擲公車 後方提供洛西學生 免費大薪卡 客運公司也提供75%的學生卡 讓大學生有費增加 希望能夠降級大學生 交通遜國的發行論 交通部統計 請和師兄八成是幾千十五 而且大部份是青少年和大學生 五峰科大蘇生出公車開入校門 從離合開始 該議客運 該議翁煌北港山 盡力好好 設立正白 除了客運公司提供75折 學生優惠卡 後方可待另外補助 六色學生多公車 後來學生利用台中文書 安全有資料檢討 那依照學校他的要求跟需要 以及他的這個隨身 他的這個隨身的運量的需求 來做直播的推動 那第三波以後 大概也會進入工業區 學生在上學放學的過程當中 能夠盡量的來使用大眾捷運工具 但他們能夠平平安安的來上學 快快樂樂樂的回家去 我想這是身為父母跟教育工作者 他們對於這些學生的基本期待 通車店由學長蘇明宏 嘉義鑑理所所長樓營表 嘉義客運公司經理副政策頂貴賓 中東政策 嘉義鑑理所協調嘉義客運 向7205的路線班車 奉勸嘉義北港 經由民鄉新港 美港四班所進入到航空的戰敗 學生不管是從嘉義市來 或者是回嘉義市 或者是從海線那邊 比如說北港 新港那邊過來 然後要回去的話 都有一個固定的時間 讓他們可以搭乘嘉義客運的工程 能夠回到家裡面去 學長蘇明宏表示 國風有5400多位學生 有2500的機車的車位 它不管它看到北部 真不簡單 只能駕鑽大閒 所以因為騎機車發生車好 希望好好整理做到給北部方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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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